故障名称 行走收割动力小、速度慢 第一种可能的故障原因 发动机功率不足 排除方法 一、参照发动机说明书进行检查 二、清洗滤清器、更换机油 第二种可能的故障原因 二、传动带松动、打滑 排除方法 调整主离合手柄拉线 故障名称 作物输送不畅、易堵塞 第一种可能的故障原因 齿形符合带松动 排除方法 松开长颈轮螺母 调整拉螺丝 使符合带松紧适中 然后紧住固定螺母和拉螺丝 第二种可能的故障原因 导向链条和传动箱链条松动 排除方法 把拉黄螺母松开 拉紧拉黄钩 使导向链条拉黄间隙在2毫米 传动箱链条拉黄间隙在1至1.5毫米 然后锁进螺母 第三种可能的故障原因 作物导幅太严重或作物密度太大 排除方法用一档收割 故障名称 行走箱拖档或挂乱档 故障原因 1.自所弹簧张紧一叉 排除方法 加调整垫或更换 故障原因2 挂档时档位插拨杆没在正确位置 排除方法 用螺丝刀将前进后退档的插拨座 同时拨到空档位置 故障名称打捆率低 第一种可能的故障原因 压线弹簧和线缩压簧松紧度不匹配 排除方法 调整压线弹簧 调整后 用手拉打捆绳试一下 压力适中即可 或者调整线灵压簧 用16套筒扳手 用力将上退档圈向内顶入1至2毫米 然后旋转螺母 压黄形成调整到2毫米左右 第二种可能的故障原因 打捆器堵塞 停下车把割台打捆器清理干净后 再继续工作 第三种可能的故障原因 打捆器上齿轮的平面磨损严重 排除方法 更换小齿轮 先拆下护罩 拨插轴 再拆下拨插窑壁上面的开槽螺母 用撬棍 把拨插总成撬下来 再把调整垫 扇形齿轮盘拿下来 然后拆打捆器总成 更换小齿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安装时按顺序安装 先装打捆器总成 再装扇形齿轮盘 要求扇形齿轮盘底面和小齿轮平面刚刚接触即可 用调整垫来调整 然后依次安装 然后依次安装 拨插总成 拨插轴 固罩 和拨插拉黄 同时依次安装 10元 故障名称 齿形拨核带损坏 排除方法 先拆掉上中下档手板 把掌紧轮松开拿下来 再把轴承座 轴承架和上护罩拆下 拿下损坏的符合带 更换新的符合带 然后将拆下的部件依次装好 将符合带的松紧调到适中 故障名称 符合箱链条出现松动 排除方法 符合箱分左符合箱和右符合箱 把符合箱下端的拉黄螺丝松开 拉紧拉黄 调整拉黄间隙到2毫米左右 然后把顶螺丝 然后把顶螺丝螺母松开 把顶螺丝顶到掌紧轮支架 锁紧顶螺丝和拉黄螺丝 故障名称 故障名称 拨合爪损坏 排除方法 把符合箱上盖拆开 把链条掌紧轮支架松开 拿下链条 更换剥合爪 然后再依次安装好卸下的部件 链条松紧要适中 排除方法 把扶手转动45度 然后把手向右侧放倒 把割刀摆臂转到后面 用扳手把割刀拆下取出 把割刀压板卸开 取下一个调整片 然后再组装好 割刀如果过紧 可用撬棍撬一下压板 使割刀松紧度适中 间隙适中 拆下割刀摆臂 拆下放缠绕托盘 清理干净里面的杂物 然后依次将拆下的部件装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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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